歡迎回到今天11月18日的香港沒有格仔 差點想說聲如紅鐘 大家有沒有看聲如紅鐘 因為其實隔離台RFA 今早就和鍾Sir錄了聲如紅鐘 其實永遠都是 星期五就零射忙 因為英國早上就和鍾Sir錄 錄完之後 吃完飯 吃完飯的話 胃氣都還沒有 就準備了 香港沒有格仔 以往來說 我們星期五都是做一節 不過我們現在都習慣了做兩節 往日來說其實有一個困難 就是RFA講的說話 是不是可以在這裡避免重� 雖然拍檔 就由鍾Sir轉了阿龍 阿龍 阿龍又很難取代 很難配合到鍾Sir 鍾Sir這麼厲害 你聽完鍾Sir還會不會聽我們呢 所以就要在節目內容上 就要花點工夫 要做一下準備 但是其實今天我相信 如果你說香港來說 尤其是我們最關心的事情 應該是傑斯放學 很開心看到傑斯放學 因為他一出來就說 已經瘦了三十磅 三十磅 即是差不多瘦了十幾公斤 其實在兩年前 我都嘗試過 用三四個月的時間 去減了三十磅 不容易 因為其實他在裡面 我們知道他坐牢的那段日子 其實都是 接近兩年 未足兩年的 因為我對上一次見他 其實都是去年年初 在二月左右的事情 其實是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 在北角找他 我們RFA 我們RFA那時候 還是剛剛 怎樣說 那些人還在那裡的時候 那時候 鄭雨石教授已經不在那裡 不在香港 已經走了 那時候他的身體不好 所以就去海外求醫 我記得去年二月的時候 我跟RFA的同事 好像是 等等 我記得 也有幾個人見他 我記得那時候 他就很大的壓力 你說安慰他 其實我們旁人 就很難 可以安慰到多少 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尤其是他自己都覺得 都會有些期望 那時候其實國安法 都沒有判的 沒有什麼案例 其實是 現在他的這間 都不是什麼國安法 對於他來說是洗黑錢 沒有想到 真的會 沒有想到 真的會有事 所以其實他都很努力 去準備官司 但是我記得他那時候 都是在保釋狀態 節目就沒有做 只是留下 Patreon 就會跟會員的網友說幾句 第一次被拘捕之後 他就完全沒有做 YouTube裡面的節目 沒有做RFA的節目 就只是在Patreon裡面 而且都只是說足球 我記得是 對 就說足球 他現在出來的時候 就剛剛好 時間剛剛好 就是狀正現在世界盃開羅 星期一就開羅 他也是萬聯擁躉 他是萬聯粉絲 也是英格蘭粉絲 其實他應該要溫一下 我想要學一些 斯朗瓦道最近好像被人終止合約 給人要求 不應該這麼說 萬聯有壓力 會做 給他壓力 你會做 不要做 我想他說的話 應該很多人聽 一定多人聽過我們 多過我們 所以如果你說 我建議大家 其實就是 如果是支持他的 不妨加入Patreon 我們很小聲 因為有兩三位已經說我們小聲 現在怎樣 現在怎樣 大聲一點點可以嗎 先拉 先拉多謝你 課金二百 剛剛 搞定了 聲音 因為今早我們錄 聲如紅鐘 聲音有調過一點點 但我本身都不想這麼低聲 好了 繼續 希望大家支持他 因為其實 一出來之後 政治犯一出來 你總是會有些問題 令到他們措手不及 例如說 會不會移民 我想這個很多人 都很有興趣知道 我覺得 建議大家給他一些空間 因為其實 現在 現在 我想適應也要一些時間 尤其是 政治犯出來之後 就算 就像Figo 那樣 Figo一年都沒有 如果你是坐牢 即是坐政治犯 一年都沒有 但他出來已經是 感覺是 都不容易去適應 其實 他又說 又會容易作咬 吃不到那麼多東西 又說 其實他最不習慣的事情 你參考一下 Figo 之前也有做訪問 好像明報也有做訪問 又說 現在還未習慣到以前 接受訪問的感覺 因為他以前 做民陣的召集人的時候 天天都有訪問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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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招一回 其實都不容易 他 即是 阿明 你出來 你都有一段時間要適應 你再要問他 你說那個 前途的問題 我想他們都要一些時間 首先適應生活 但有一件事 其實是放在他們面前 就是出來之後 說話要謹慎一點 其實是 因為我們看回 例如 以梁天琦作為一個例子去看 傳媒都嘗試訪問他 但結果其實都好像訪問不到 原因就是說 因為梁天琦獲釋之後 原來都還有兩年的觀察期 這是官方程教處公開說的 梁天琦也要守這個觀察期 但其他人雖然沒有這樣說 但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觀察期 但梁天琦也是這樣 何況其他政治犯呢 所以基本上任何人放學出來 你不出名的尤志可 當然會轉催低調 但問題是如果出來的人 即使他們想說話都好 但都應該是會盡量低調 而且你看到他都很刻意去保護家人 當然他最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和家人團聚 但其實他 我留意到 今天他都說他叫他老婆 不要出來接他 所以我覺得現在但凡有這些政治犯 如果關心他支持他 默默支持就可以了 其實是 我留意到以前他做節目的拍檔 桑海神舟的拍檔 桑普 都跟他一個非常緊密的戰友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都說 他相信傑斯出來之後會謹言慎恨 生活盡量低調 因為其實對於任何因為政治犯罪而出獄的人 即使你離開監房也好 香港依然就好像一個大監獄一樣 就跟大陸很相似 以為你離開了小監獄 但其實每一家人都被高度關注 所以就是你承受的壓力 和事實上各方面的監控 都會持續的 很多方面是不會方便說的 即是有沒有打算移民 你留給他自己決定 也不需要向他說理 我想他自己知道自己 最清楚自己應該怎樣走的路 就是他自己 我想無論怎樣也好 留在這裏也好 怎樣也好 走也好 去旅行也好 我想大家盡量默默地支持他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真的支持他 就裝去Patreon 你就聽他多說些話 給他一點時間休息一下 不同人都有不同的遭遇 有些人出獄的時候 可能被收護照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這個案子 我就不知道原來是這樣的 可能梁天琦那一隻就有了 因為是價值 沒錯 還有兩年觀察期 這兩年裏 我想有觀察期的話 應該都沒有辦法來香港 自從黃蔡洋事件之後 因為你是計算價值才可以出來 如果你要計算這件事出來的話 你不是絕對自由 不過起碼就是傑斯的狀況 就未去到好像梁天琦那樣 就是一個軟禁 出來都是一個軟禁模式 其實是 不知道的 就是這樣說 你官方入面 傑斯是獲釋的 但是你說私底下 會不會香港警察 就會被提示 或者被警告你 叫你謹然慎行呢 這件事我們是完全不知道的 是啊 所以 你還是要給他一些空間 因為 今時今日香港 就跟以前不同了 我也說過 就是說 我覺得 你對 出來的人 出來的朋友 為什麼我經常都會提 阿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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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你是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哪些是禁區 哪些是紅線 最能自保的方法就是自我禁言 自我約束 最簡單的一件事 我們昨天說的紅黃藍馬 黃店經常被警察搞 但陳茂波紅馬還可以去隨罩看球 你想想現在香港是甚麼狀況 可想而知 政治犯獲釋後 他在承受的是甚麼壓力 其實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你不要說他 現在流亡者來說 好像我們剛剛看到擴重程 擴暑娘娘 以前是港大畢業 做高登和連登活躍戶 和見盤戰士 見盤戰線的核心成員擴重程 其實他最近透露他的家人 原來最近也有警察打電話去約談 警告他 以及他不在香港的其他家人不要回香港 否則他們會被捕 其實這等於就是 以前就是叫預約被捕 現在就是叫預約你不要回來 低調通緝 其實就是 低調通緝 原來這次已經是第二次警方要求他的家人問話 和他的家人問話 其實已經是第二次了 所以其實他感覺到壓力 所以就公開講了 其實是 他說見到開始香港警察 會用在中國大陸對付異見人士的手法 又可能是軟硬兼絲 又嘗試找家人施壓 阻止異見人士繼續發聲 甚至乎或者是從事他們的倡議工作 阻止他們和異見人士繼續發聲 和他們繼續的倡議工作 因為其實鄺仲晨現在就是一個IPAT的成員 IPAT的中文其實就是對華政策 跨國議會聯盟 這個如果在史眼傳聞的眼中 這個就叫做顛覆國家政權聯盟 這個等於就是 這個就叫做反共聯盟 IPAT就是一個反共聯盟 因為他最近早前在9月的時候 就是華府搞封會 11月的時候也訪問台灣 蔡英文也接見他 其實我們本台也做了一些報道 就是關於他 羅冠聰也有去到 提醒世人 台灣那個 台灣那個 奧斯洛會議 其實他是以IPAT的成員身份去參加 最近IPAT也都在英國的國會 搞一個關於中國海外警署的記者會 一個新聞公佈 當然是去講回現在 香港人在英國遭受到威脅 因為現在很多海外警署 現在海外警署真的離譜到 你說在民主國家 都尚且會鏡著鏡著 應該是 不應該這麼高調 但你現在覺得好像又不是 現在他們甚至乎 領事打人都沒事 前一個星期 你例如王正瑜 他就在荷蘭那裡 他就被中國海外秘密警察通緝 海外110 就是恐嚇他 那個就很離譜 他覺得可能你是北歐小國 荷蘭 荷蘭也不是小國 荷蘭簡直是拘捕了那個人 然後就根據王正瑜給的資料 就嘗試關閉這些海外110的店舖 對 在英國也尚且如此 最近我看到今天 實際上周電台也有報道 就是鎖蘭門群島 一些太平洋的島國 都開始有些中國海外警察 在那裡大搖大擺在街上走避 我簡直說明就是 你中國的武警和軍方 是進駐在那個地方 因為要幫忙建設 說鎖蘭門群島不夠人用 因為他那個就是 跟鎖蘭門群島 簽了一個安全合作框架協議 你搞了這個框架協議 又有這麼多投資 你在這個鎖蘭門群島 有這麼多基建 有些投資 或者可能你有煉油廠 我想鎖蘭門群島 也未必有煉油廠 其他基建的工作 但你要保障中國的投資 不受一些恐怖主義的襲擊 你就要有些中國警察 就是這樣 就等於說 你跟中國做生意 就要奉上你自己的司法管轄權 其實等於吉報提港 我們早半年 那時候說吉報提港 是有這個解放軍進駐的 為什麼解釋 當初是吉報提港 這件事是罵到這麼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吉報提 是在一個洪海出海口 所以才受國際關注 但是你說 所羅門這件事 其實我們之前說 莫里森 一直跟中國外交部過不去的原因 就是因為所羅門群島 就直接封鎖了 澳洲很多商船的出海口 現在那種合作是這樣的 因為簽了安全合作框架協議 所羅門群島的皇家警察 在10月11日宣布 一個由32名警察組成的代表團 首次前往中國接受培訓 他自己在所羅門的警察 在中國接受培訓 幫你執法 這個挺有趣 沒有的 就是訓練一群武警 地蹲城館 回來 然後用那種手段 對付當地 如果反對中國式建設的人 是啊 還有 好像說 原來3月的時候 New York Times做過的報道 就是說 所羅門群島 是要允許中國 提供其他方面 其他任務方面的合協助 最簡單 這些可能就是 自外發權 或者被中國警察 中國公安 進駐執法 所以你現在看到 你不要說這麼多複雜的事情 我一張照片搞定 就是中國公安 大搖大擺 經常在所羅門群島街頭出現 這個就是現在 所羅門群島的狀況 你說 你說 你緊張嗎 你說 不讓這些海外警察 在我們英國執法也好 美國執法也好 他們不會不做 會做 只不過 他們就是鬼鬼祟祟 躲躲起來 這樣去做 如果你說 你跟他朋友 朋友就大搖大擺 就是這樣 窮國的話 他就是 當是一個殖民地 這樣做 所以你不要以為 如果你說 我們政治上 敏感的人士 我們很多地方 是不敢去旅行的 第一件事 就是 你說這些地方 不敢去 第二件事 就是 其實很多 異英的港人 我看到 例如 早前 黃大仙 黃偉國 原本說 想去杜拜 但原來 BNO 不能入境 即是 朋友到這樣 不僅 我們說 10月1日遊行 我看到 Facebook 也有幾個 在英的朋友 都說 因為怕家人被搞 所以不敢去遊行 去集會 是啊 真的怕 那種恐懼 其實已經是籠罩著他們 甚至 我們說 雷丁人鏈 早幾天反對 萬成戰狼 那時候 上個月 也有幾個朋友 一兩個朋友 叫我們刪上 是啊 那你就已經是 正中下懷 當然 你說有很多朋友 最近 因為0加3之後 其實我想 所謂 現在在香港 有些人說 回流潮 那些所謂回流潮 的意思是 回來探親 那些 已經被他們 帶起過望 好像如獲自保 看到你回來旅行探親 就說回流潮 因為是 數字上面 就給到一個 交代他們 就說 人才沒有流失 回來了 回來了探親 因為你是零加三 那他就大起過望 如獲自保 看看你們這些人 在英國 然後就在那裡 寫文章 大做文章 捉住兩個人 一些匿名的 甚至乎 人都找不到 在討論區裡面寫幾句 作一下故事 之後 屎眼傳媒就在那裡 以我所知道 他要簽證 要申請簽證 然後 以我所知 就是 Benson 就說 兩個星期前的事情 剛剛 Yellowstar也說 如果你不行 你試試 發一份CV過來 找找曹太 看看曹太 可不可以幫到你 我們描述 那裡有連結 最近這幾天 每天都一直 我們都收到 一些網友的 一些查詢 其實 我們都提過 其實 接下來這兩個星期 其實 如果誰有興趣 加入網序的 就可以PM給我們 先 因為其實 如果你說 這些 CV的東西 敏感 就未必 方便 可以 Whatsapp 或者 Email 你也不一定 放心 你給他看的話 就是 約來出來雷丁見面 當成一個妄罪 其實是 說回來 越講越遠 傑斯那方面 希望大家 如果你說 關心他 支持他 我想應該不少 應該不少 不過 都要給他一些空間 給他 因為他都要時間看球 都要時間休息 我想他自己都心裡有數 誰不知道 其實香港已經變成了大監獄 但是這個是很悲哀 你出來之後 你要重新適應 另一個香港 你的感覺又是很陌生 我之前看 Figo 的訪問 也很心酸 他說 出到來已經不同了 很多朋友 你認識的 已經不在香港 這個此其一 第二 就是你以前看《蘋果日報》 你已經沒得看了 有的公民社會 以前覺得 是香港 擔心的 百花齊放 百花齊放 你說教協 這個 就是 記協 當然記協還在 但是現在都已經 沒有以前那麼勇猛 其實是 星哥都來了英國進修 你看到很多 雙熟的朋友 職工盟 已經不在了 再加上現在 是連這個 剛剛看到好像是 公民黨 是 公民黨已經是 劃著手去處理 清盤的問題 因為沒有人接手 傑哥的說法就是 沒有人接手 所以就應該要有 應該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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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清盤 你等於 就是 是不是要啟動解散 他在前天就已經說了 是有這個解散程序的草稿 是 至於下個月 即12月初 那個 黨員大會的日子 梁家傑表示 黨員大會 就必須在 12月31日前舉行 並需要開會前 三星期作通知 他說在 11月之內 會有確實的開會日子 但是現在呢 就不可以透露 就快就出訊息 就叫記者等一等 這樣 嗯 這樣 這個 我想 大家都 都 預料到這一天會來的 因為他說要找人接手 是啊 有心有力 亦都可以告訴大家 究竟公民黨以後做什麼 可以幫到香港的 就是 有心人士 那就是 你 可以怎樣幫你 跟他交代 他自己就說 沒有興趣再去做下去了 那他的執委全部都說不做了 是啊 你現任的人都不想做 那你再叫他連任 那他又異慶難生 無事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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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選舉 你 你會不會跟他相配呢 問題是 你明知道 其實你現在最大的難處 就是說 如果你就算你未來這一年 其實他下年就是這個區議會選舉 是 區議會選舉臨近 你對於那些 就是現在 港共來講 最想 就是要找 你以前那些民主派的頭頭 就是一起去玩 然後 因為現在 就是你看到 特區政府 中聯辦 整天吹一件事 就是由亂及智 由智及興 由智及興的話 你要有一個重新的秩序 國安法 後國安法時代的秩序 新秩序 就要走出來 這個新秩序底下 你以往 就是那些 最白厭的民主派 我現在一個二個 要自我臣服 順花了 你講的是 最白厭的民主派 是全部要自殺 自殺 最白厭的自殺 乖的民主派 才是要臣服 對 要臣服 最乖的 當然是民脅 但是現在 爭取他 就是 寫悔過書 要去捐狗洞 去選舉 當然 這個對象就是民主黨 我們上兩個月才講 明報盧民端 叫民主黨看文匯報的盧民端 而且市眼傳媒 天天幫民主黨數身家 看你幾時乾燥 你看我熬了多久 這個當然 等如長春圍城 看你忍得多久不出來 任何籌款晚會 用盡方法不讓你做 你說賣紀念品 賣獎券 他們就完完全全 就用其他不同的行政程序 封鎖了你 是啊 這不是不值得